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花一 好多的花友可能想要经营花卉 想要入花卉这一行 也有的花友是正在经营花卉 还有园艺就是说这些个鲜花 品类盆栽等等的这些 好多的花友在于鲜活的东西上面 不知道如何去减少一个货水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几年做生意的一个心得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人家都说一年学个张家翰 十年难学生意经 我做这花卉这几年 我也做过花架 就是我身后这些个铁液 或者说木制的一些花架这些 也做过盆栽 山东的那种草花 也做过北京的一些草花 百合走球进口的品种一些 也经营过多种 但是我总结起来 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经营 想要去减少货水的话 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 买一些固定的 能够调换的资产 就类似于说我身后的这种 以前我做生意的时候 因为生意不好 对吧 我就给他进行一个什么呢 我说客户放心大胆的过来拿 如果说卖的不好 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 我是免费跟他调换的 如果说这样的话 花店里的朋友 他的损耗就几乎降为了零 如果说有坏掉的 我也会让他拿回来 然后去返厂里面维修 这种是免费的 因为跟厂家长期有合作 因为我这种经营的一个方式 也结识了很多一些 跟花店里的朋友 他们也告诉了我 许多的一些 鲜活花卫上一些减好损耗的方法 咱们说完固定的制裁 再跟大家说一些鲜活类的 因为我之前是经营多肉的 好多的一个多肉到手里面 卖不了几天 就开始一个头涨变色 因为大棚里面的一个光照 肯定是没有外面好的 在温度方面来说 也是达不到的 很容易造成一个头涨 一个掉色 所以说大家在 买这种状态好的 景天科的多肉 进行售卖 或者说进行交易 饲养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一个数量太多 像咱们养花 它同时也是这样的 你养个一盆两盆 肯定有精力照顾它 如果说太多了 就没有精力了 大家在卖花的时候也是一样 不要搞得太多 数量太多了 会导致一个货物的积压 尽量的按需进货 像我所在的这个摊位 就是大象的多肉花园 是我邻居家的 它的名字叫大象 因为它是一个绰号 它自己也有一个圈子 也有一个群体 这样的话 它可以及时的发到它圈子里面 让更多的喜欢东西能看到 便宜处理 基本上也是一个成本价 不会导致自己太多的亏损 基本上都能够很快的 把自己的一个货物处理完 就尽可能的减少了自己的一个货损 另外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节气 还有一个花的一个保质期 像这个蝴蝶兰呢 基本上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保质期 它的一个鲜活期 大概也就在一个月左右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 一个月卖不掉这个蝴蝶兰 尽量的少进一些 或者说少购买一些 然后呢 它们就打出了一个特价处理 这种打出了一个石原一颗 什么什么的 一种促销的一个手段 如果说咱们自己在花店里面 想要减低损耗呢 它会有这种假花类的蝴蝶兰 组成各种各样的盆景 特别的好看 大家可以用假花作为模板 然后呢 等大家有需要的时候 再进行一些选购新鲜的 也可以给大家看图片 等等的一些 这样可以减低一个鲜花 还有一些个保质期 比较短的花卉的一个损耗率 如果大家在经营这些个 资材类的像肥料土什么的 土就无所谓了 它没有一个保质期 所以说多囤一点 少囤一点都是可以的 像肥料呢 可能会存在一个保质期 如果说超出了一个日期啊 就可能会出现一个 大家不容易接受 影响它的一个销量 所以说大家尽量的去选购的时候呢 跟经销商要谈好 是不是超期了以后 会不会给调换 一般的一个厂家 或者经销商都会给调换的 这样的话损耗率也是特别低的 所以呢 我跟大家总结了一下 想要在开花店 或者说自己经营花店的时候 减低一个损耗呢 最好是有自己的一个固定销路 如果说没有的话 咱就自己建立自己的一个圈子 另外呢 就是注意一些 保质期比较短的一些花卉 注意它的一个数量 最后呢 多问一些 在经销的一些个行家 一些个老前辈 多去问人家 让人家多去给他们分享一些经验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嘛 希望大家在经营花卉啊 或者说刚要入门 或者说正在入门呢 生意越来越好 生意兴隆 最后呢 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关注 分享转发一下 也是对本人的一个最好支持 谢谢大家能够看得起 好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战一 咱们下期再见